台湾难以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为各位介绍一句台湾难以 生意吃水滴 这句难以就是说 只要你一个人有生心和生意来台湾 当然你用白昆水来带人 人也吃到感觉心凉必堵 但是金记这句生意吃水滴 他的天国由来就是过去 大家都很了解 师兄听到一位四天杰新生 四天杰武将 他是一个武将 当时他的经过就是做过的乞丐 当然做乞丐的时候 那时候也没法想说 他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最后他当然有生酒的一天 他的朋友当然很多去给他 文武百官 但是他最危险的就是说 过去跟东坡做乞丐 那些朋友哪里都没来 原来那些朋友 乞丐的朋友 他感觉说很足备 既然他那里有生酒出名 我们今天要去管理 不久的 要用什么 最后乞丐人 他就派一位说 不要你代表 代表他就说我们要拿什么去 我都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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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边有乞丐人 那些丐人拿来洗洗 底下一个枸杰水 清洗的枸杰水 那些枸杰水 那些枸杰水把它抛开 那些水把它抛起来 把它放到这个丐人 这个丐人 这个丐人送到四天杰的面前 四天杰看一个花蜜杰水 用来喝 喝一个 喔 怎么这么甜 原来四天杰 他有生酒之后 没机会喝 喝到东西 他在做吃的枸杰水 所以今天喝到这个枸杰水 花蜜到生意吃水 这句话听来说 就是我们四天杰 他所说出来 说了非常有意思 提供给各位参考 最后赞给各位一句 台湾市固人 有的沙档无料理 汉签不吃米 嘴角不是丢丁屁 后头看到去半岁 感谢各位收看 再会